蔡英文是軍事上 百分之百的外海 他想說我們台灣有什麼 陸軍 海軍 空軍 如果再加個網軍 我們是不是作戰力更強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被嘲笑 網軍 四軍總司令 蔡英文有沒有網軍 有啊 他會打賴清德就有網軍 可是打賴清德那網軍 沒有辦法來自國防部使用 人家規模差距太大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四軍為什麼會弄不好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根據大陸央視新聞報導 那中國解放軍在19日的時候 宣布成立信息支援部隊 這個信息支援部隊 是全新打造的戰略性兵種 主要是用來統籌網路信息建設運用的 好 那經過這一次的改革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體行程 中央軍委領導指揮下的 有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 另外還有 軍事航天部隊 網路空間部隊 信息支援部隊 還有聯勤保障部隊等兵種的 新型軍兵種結構布局 感覺非常的完善 但是反觀台灣 就是在八年前蔡政府上任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有依據民進黨的國防藍皮書 的一個第四軍種的主張 然後要將陸軍各個軍團 防衛部的通信資訊單位要拉出來 另外形成成立一個資通電軍指揮部 但是在這個新制實施以後 軍方發現 就是通資業務上的上層 是陸軍司令部的通資處 可是下層卻是聯兵旅通資聯 那麼只有中間被拉到獨立的 資通電軍指揮部 再配屬給陸軍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造成 人事還有指揮的困擾 所以變成說這個政策 把部隊通資體系攔腰斬斷 那麼部分屬於資通電軍指揮部 但是部分仍然屬於陸軍 結果我們現在國防部最近悄悄的 把各資通大隊跟作業隊 將陸軍通資部隊重新由司令部主管 那這樣子的話變成說 這個第四軍種宣告結束了 想請問老師怎麼看這件事 蔡英文是軍事上百分之百的外行 外行人聽他旁邊有幾個很外行的人 比如像唐鳳之類的 包括孤立雄之類的 所以構想會更外行 他想說我們台灣有什麼 陸軍 海軍 空軍 如果再加個網軍 我們是不是作戰力更強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被嘲笑 網軍 四軍總司令 蔡英文有沒有網軍 有啊 他在打賴清德就有網軍 可是打賴清德那網軍 沒有辦法來國防部使用 你跟解放軍對壘 你被整個漏包子 踹在地上 連油都寄不出來 我跟你講 因為規模差距太大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四軍為什麼會弄不好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你這個陸軍自己有通知出來 什麼聯兵旅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電支通知電子的 作戰的一個能量 那你突然間有一個第四軍總 這個第四軍總 自己去做跟解放軍打什麼 不行的話 你還要去跟陸軍上面來弄 那你不是把中間階層 拉過去獨立軍總 你這個中間聯繫上 作戰目標是誰定啊 是你網軍司令部定 還是陸軍司令部定 你都說不清楚啊 這是第一個 結構聯繫有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 不像其他國家那麼大 就是一個島嶺 南北300公里而已啊 那你陸軍要去 司令部的電支數 要去聯繫各個聯兵旅的部隊 有那麼難嗎 這不難嘛 趕快爛得出去了對不對 不像美國那麼大 中國大陸 俄羅斯那麼大 大陸需要有個獨立的軍總 去搞這麼複雜的系統 要跨區域 跨山 跨海 我們答案什麼 你跨到花蓮都不用很費力好不好 所以這是個很搞笑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原因 事實上是不適合有個第四軍總 那是蔡英文空思夢想 胡思亂想的結果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 成為一個獨立軍總要花很多錢 他才能夠產生很強大的效果 你看嘛 我們陸軍人花多少錢 空軍花多少錢 海軍花多少 你撥給這個網軍多少錢 搞不好比你蔡英文私下的網軍還少啊 你根本沒有預算可以撥給他啊 因為你成立這個預算 你從來在立法院的國防預算書裡面 沒看到你編預算 因為你編預算也有計畫 你不用提不出計畫 他只很簡單把中間的拉過去 那這不叫計畫嘛 所以你沒有計畫沒有經費 怎麼搞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費都拿去給唐鳳的術發部用掉了 唐鳳個人一年出口經費三千萬 我懷疑他是觀光局耶 旅遊部耶 根本不像那個什麼術發部耶 不過現在要不要換一下啦 我懶得講他 所以我說這個蔡英文啊 就是我們台灣的慈禧太后 名符其實 為什麼 記不記得 慈禧太后當年就是把 海軍的預算拿去搞儀和園 儀和園前面有個很大的壺 她以為那個壺是海軍用的是不是 不過以前啊 清朝的海軍真的有在儀和園前面 好像昆明壺啊 前面練這個海軍是真的有 不過那個是簡單的基礎訓練啦 然後他為了把儀和園蓋得美倫美奂 因為儀和園不是他蓋的 好像是乾隆還是誰蓋的 到他重新修繕 那沒有錢 哎呀這底下你拍馬逼 海軍有一筆錢你就拿過去用 所以甲午戰爭一打就打垮啦 這個典故是這樣來的 那你現在蔡英文不把錢給國防部的網軍 你去把他給唐鳳的網軍 這個實際上有什麼不同啊 唐鳳就是好看而已啊 全世界宣傳說你的性別比較特殊 有媒體焦點 到什麼地方都能訪問你 所以整天到處在旅遊 一年365天聽說300天在海外啊 這有什麼意義 這沒有意義嘛 那反而真的要打仗的國軍 沒錢 那你跟執行太陽什麼不一樣 搞不好比執行太陽還糟糕 所以這是不現實的 嘛 給我來看看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